现有的零件转换为板金零件 我们可以把实体零件转换成板金零件 我们看首先先做一个实体草图 在前世纪里面绘制一草图 之后通过实体命令的拉伸实体 我生成一个实体模型 这就是实体拉伸的实体 现在我将这个模型变成板金零件 那么单击插入板金 转换到板金 这里左侧将弹出转换到板金的属性设置 这里我们第一个用的就是板金参数 选取固定实体 哪个实体我们要对哪个实体进行板金零件的处理 后面这个折弯的变线 这个变线也要和刚才选中的板金实体 这个面相重合 那么一单击我们已经看到生成了欲了 后面的这个 这都是在复杂模型的时候才用到 找到切口边线 切口草图 边角黄认值等等 我们这里这个由于模型而简单 就用前面两个从板金参数里选择面 设置厚度以及这个周围边线 单击确定 我们看到特征工具栏上将产生板金的特征 也就是将一个实体特征已经现在转换成了板金特征 这就是将现有的零件转换为板金零件